邵光荣觉得自己就是个贱皮子 等着贴她的大姑娘多了 尤丽已经明说了对她没有那意思 一下班 她还是没忍住往服装店跑 跑来干啥呢 可能已经跑习惯了吧 再一个也是心里不服气 邵光荣看不上的女孩多了 但还没有她表达了好感后 反过来看不上她的呢 尤丽要是像从前一样 对邵光荣有所图 柔柔顺顺的在后面叫邵少 邵光荣懒得搭理 但尤丽现在这样 邵光荣就觉得有意思 有啥意思她是搞不懂 她要是能操控自己的喜悟 她就是神仙了 邵少 没想到邵光荣又来了 尤丽慢下脚步 邵光荣似笑非笑 今天办好辞职了嘛 尤丽这是除阴展翅 即将高飞了 你也别叫啥邵少 你自己多念两遍 拗不拗口 那当然是拗口的 两个字都是一样的读音 都是翘舌四声 每次尤丽都得加重邵字的读音 要不听上去就是邵少 别字显亲密 她和邵光荣却没有这么亲密 尤丽被邵光荣说得脸红 她马上就改了口 那我叫您邵哥吧 您别笑话我 我能有现在的机会 您对我帮助特别大 没有您 我怎么会入下总的眼 知道就好 邵光荣心里舒服了一些 要不是她的缘故 小兰嫂子又怎么会注意到尤丽 邵光荣被两句好话哄的心里舒畅 太想清楚了 尤丽要去鹏城上班的事 也没啥大不了的 又不是不回京城了 别的不说 小兰嫂子还要在京城上两三年学吧 老板在京城 尤丽这个当秘书的能一直在鹏城吗 这只是件小事 往常远想 尤丽去给小兰嫂子当秘书 绝对是好事 她现在年纪还小 等她当两年秘书 就是南方说的女白领了 她要看上个服装店女收获员 她家里肯定不乐意 但是个在公司上班的女白领 那就没啥关系了 邵光荣自己挺高兴 尤丽也觉得她今天心情不错 不像之前刚知道 她要去给夏总当秘书时 但与其阴阳怪气的 这叫尤丽也跟着高兴起来 不管咋说 邵光荣这个挡箭牌 是真的帮了她大忙 就算有段时间 邵光荣对她喊打喊杀 也是雷声大一点小 尤丽不是乱发好人卡 邵光荣真是个好人呢 交过了女朋友多点又咋样 没有勉强过女方 对她也没有动手动脚 和一些夏流男人有本质区别 尤丽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 遇到了坏人 却也遇到了不少好人 能去鹏城上班 就这么高兴吗 邵光荣一边开车 一边看她 少女的脸颊光滑饱满 水灵水灵的 看着真招人喜欢 尤丽实在是太高兴了 只能傻笑 邵光荣不和她计较 又问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我想早点去鹏城 多学点东西 等夏总回国时 我也能帮夏总分担一点工作 那怎么过去 火车还是飞机 你车票还没买吧 我让人给你安排 邵光荣的口气不容置疑 尤丽迟疑 道是还没买票 我想坐火车过去 邵光荣瞅她一眼 咋的 这还跟我客气啊 不想让我给你安排吗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那你就把车票钱给我 让你自己去买 能买到啥好班次 尤丽不是迟疑这个 她要是说带着母亲去鹏城 邵光荣是知道她母亲瘫痪在床的 一定会很奇怪 尤丽不想把家里的丑事摊开在邵光荣面前 再没有真正离开前 尤丽怕有变数 可邵光荣是一片好心 时间还没定 你让我再想想 等我要买票了 肯定找您帮忙 尤丽找了个借口 她打算到了鹏城 再和邵光荣道歉 压根没打算找邵光荣帮忙 邵光荣是什么人 年纪轻轻能在体质内混得不错 尤丽的搪塞根本瞒不过她 这丫头心神不属的 有事瞒着她 咋的 以为跑掉了就能断了联系吗 邵光荣不动神色 道 我记得你母亲身体不太好 常年卧床休养吧 你这一去鹏城 家里有人能照顾她吗 尤丽笑笑 不是还有我爸吗 在街坊眼里 她继父是大好人 养着她这个脱油瓶 照顾着瘫痪的妻子 生活压力太大 才落下了酗酒的毛病 邵光荣觉得 尤丽这个笑有说不出的怪异 今天的尤丽非常不对劲 邵光荣把尤丽送到胡同口 叮嘱她 要是有事需要帮忙 你就说一声 我又不是恶霸皇室人 做点好事就要拉席而抵债 尤丽轻轻恩了一声 邵光荣看着她下车 走进胡同口 心里莫名有点慌 这让她没有立刻发动车 而是点燃了一根烟 一边吞云土雾 一边思考 尤丽脚步轻快 直到看到那扇黑洞洞的门了 她轻快的双腿就像灌了签 屋里没开灯 感觉像某个妖怪的洞府 活人走进去就别想出来 尤丽心想 也就这么一两夜了 她只需要等那男人去上班的时候 找个借口带着母亲出去 直奔火车站 就能跳出泥潭了 借口她都想好了 她可以请邻居帮忙 就说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 让那些人帮她把母亲搬上车 尤丽嘴角有笑意 摸黑进屋 今晚应该是那个男人 职业班不在家吧 妈 我回来 啪 有人拉亮了灯泡 尤丽吓了一跳 本来该职业班的继夫 就在屋里坐着 小桌子上摆着喝空的酒瓶子 还有两盘下酒菜 尤丽交回家的钱不少 她继父的生活标准也提高了 满身酒气的男人站起来 一把扯住尤丽的头发 把她拖进屋里 真是我的好闺女 你这是翅膀硬了 小贱人 老子就觉得你最近不对劲 你以为自己瞒得好 可惜你妈把什么都说了 老子今天就弄死你们两个贱货 免得你再有二心 十月份的天气 两人早就先掉了游历母亲的被子 屋子里一股臭味 游母就那样赤身裸体的躺着 没有任何遮盖物 湿尽的污秽物就在腿间 长期的瘫痪在床 让她肌肉萎缩 浑身干受难看 比起没被子可盖的寒冷 这种践踏尊严的裸露 更能摧毁一个瘫痪女人的意志力 游历心中大痛 她母亲眼神空洞 没有任何反应 她喊了两声妈 被男人一巴掌抽在脸上 你再大声一点 把街坊们都叫过来 我正好让他们看她 你抹光屁股的样子 男人将游历摔在地上 她的力气十分大 体格也魁梧 只看样子 是个干活的好手 高大魁梧的男人 容易给女人安全感 所以游历母亲 当年被人介绍给她 也觉得找到了依靠 就是脾气坏了一点 也显得有男人气感 而且这男人那时候 脾气并不坏 老是芭蕉的 在外人眼里 评价还特别高 只是酒病床前 无孝子 何况是半路的夫妻 游历以前只知道 妻妇在家里 和在外面不一样 等她妈一瘫痪 真面目更是彻底暴露 嫌家里多了个摊子 不上班只花钱 还得拖累人照顾 想要把摊子扫地出门 又和她在外面的形象不符 再加上 游历出落的水灵灵 她养了脱油瓶这么些年 不拿到回报 怎肯放手 用瘫痪的妻子 去拿捏十几岁的纪念 是十拿九稳的事 没想到 这个小贱人一边哄着她 一边却生出了别的心思 游历再聪明 毕竟还不满十八岁 要离开这鬼地方的去月心情 哪能隐藏得一丝不漏 一开始 男人也没想到游历要跑 她还以为游历藏了工资之类的 等游历去上班 她才变了脸色 在家里用种种手段折磨游历母亲 把这个可怜的女人羞辱到精神崩溃 好几次都要咬着舌头去死 男人怎么会让她死 用破布把嘴巴给她塞着 折磨到后来 就是游历此时看到的情景 纵然那口气还吊着 人也是心如死灰 游历已经打定主意不活了 她一死 女儿就没了拖累 游历红着眼睛 仇恨地看着男人 你是个畜生 没有人性的畜生 她是我妈 也是你老婆 正常男人 谁会把老婆光溜溜冻着 还威胁要叫别人来探 只有畜生才做得出这种事 我是畜生 你个小贱人 不是自己生的就是养不亲 一条狗都知道感恩 你连狗都不如 你以为给的那点钱 老子就能满足了吗 让你给我换个工作 你推三组四 原来都是骗老子的 我把你腿打断 和你妈一样当摊子 我看你往哪里跑 游历扯着被子 将母亲裸露的身体盖住 不管男人怎么打骂 她只把脸贴在母亲胸前 感觉到母亲的胸口 还有起伏 她才放心 男人拿棍子打她 游历就往院子里跑 她今天已经豁出去了 遮遮掩掩地做什么呢 干脆把一切丑陋都摊开 街坊不相信男人的恶行 那她就把事情闹大 闹到街道办去 闹到派出所去 别人不信她没关系 夏总肯定会信她 只要夏总还愿意 要她当秘书 她就能养活她妈 她不要拖拖摸摸地跑 她又没做错 大不了离婚好了 只要让她妈和这个畜生离婚 他们母女俩能光明正大地 走出这个家 女人离婚了不丢人 照样能活下去 刘阿姨不也是离婚的吗 人家开了好多家服装店 这些念头 支撑着游历往外跑 短短的一会儿 最坏和最好的结果她都想过了 男人去抓她 却被桌子绊了一下 游历趁机跑到了门口 男人也有点酒醒了 道 你 你回来 我不打你 你做梦 游历不怕挨打 她怕男人在折磨她妈 这样的日子 她真是受够了 游历把门栓弄开 男人恼羞成怒 也不追了 提着棍子转身往屋里跑 游历又不敢跑了 你个畜生 你想带啥 你助手 男人森森笑 老子让你跑 你跑啊 她提起棍子就敲在游历母亲头上 游历是瘫子没法闭 这一棍子敲实了 游历满头都是血 游历肝胆欲裂 她好像听见谁在叫她名字 这个时候 谁会叫她 不 没有人会来救她 所有人都不相信她 游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只要这个人念寿心的处上还活着 她和她妈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脱 那就大家一起去死好了 男人提起棍子又打第二下 游历抓起桌上的小刀 那是男人切出头肉没收起来的 他握紧了刀 扑了过去 带着满腔的憎恨 用尽全身力气 把刀扎进了男人的后背 男人没想到 被他欺负了这么多年的拖油瓶 竟然敢拿刀捅他 手上的棍子掉了 跪在地上 他反手还想抓游历 游历抽出刀 又狠狠捅了第二下 他还想捅第三下 院子门被踢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 那是邵光荣吗 还是听见动静过来查看的街坊 不 怎么可能会有人来查看 游历拔出小刀 见了他自己一连血 邵光荣跑进来 游历手都在抖 还想扎第三刀 被邵光荣抓住手腕 你疯了 这是杀人 这是怎么回事 邵光荣就觉得游历今晚有点不对劲 他在车上响了一会儿 也没什么眉目 鬼使神差的 下了车走进胡同 他都不知道哪个院子是游历家 在胡同里转了一会儿 听见这个院子有动静 他好像听到了游历的声音 喊了几声 没有人回应 沿着动静摸过来 把门给弄开 就看见游历满脸是血 手上拿着刀在捅人 游历还想捅 被邵光荣拦住 游历整个人抖得厉害 邵光荣能感觉到他非常害怕 是什么事 再逼游历拿刀捅人 倒在地上这个 是不是贼 床上也还有个女人没动他 邵光荣也怕 他小时候经常打架 但他没杀过人啊 可现在他要是怕了 游历就真乱了 邵光荣努力保持着镇定 道 怎么回事 进贼了吗 你当然说话呀 有我在 你怕了屁 游历哪里说得出话 邵光荣没办法 去探床上那女人的鼻息 很微弱 好像还在喘气 游历 他好像还活着 你说句话 到底就不救 游历浑浑噩噩的 听到邵光荣说母亲还有气 他连滚带爬去抱人 救 要救的 她是我妈 邵光荣 求你救救我妈 我做牛做马都暴打你 他要游历做牛做马干啥 做他女朋友还差不多 但眼下哪是说这话的时候 邵光荣把游历拽起来 赶紧的 帮忙把你妈抬上车 你拿了衣服捂住他伤口 快快快 不能慌 一慌就完了 必须得有主心骨 游历这时候没了主见 但他知道邵光荣是好人 不会害他 他全听对方的 邵光荣早闻到了一股恶臭 有母什么都没穿 游历把被子给母亲津津裹住 两人抬人时差点被绊倒 邵光荣一顿 这是谁 小偷吗 他是个畜生 游历恨不得再捅一刀 刚才没动静的街坊 这时候倒有人过来查看 满屋子都是血 叫着杀人了 邵光荣这才知道 倒地不起的男人 是游历的继父 在极短的时间内 邵光荣已经推断出了七八分经过 游历的继父不知为何打了游历他妈 游历被刺激狠了 连捅继父两刀 如今这男人倒在血泊中 眼看了也活不成了 邵光荣不理会闹哄哄的街坊 两人把游历母亲放在后座 他才吼道 现在别扯那些 诸位帮个忙搭把手 把另一个受伤的同志也抬上车 我一起把人送医院 游历脸都白了 不行 为什么要救那个畜生 就该让他死 他活着还得欺负人 邵光荣仿佛看穿了他 压低声音 你傻不傻 本来是家庭矛盾 你要见死不救就是故意杀人 你想当杀人犯吗 糊涂 有啥能比你自己还重要的 邵光荣也是气得半死 到底有啥事 这丫头倒是说了 游历眼中天大的麻烦 在邵光荣那里啥都不算 但前提不能是杀人 出了人命 就算是邵家也都不住 83年的严打虽然过去了 余威尚在 要是犯了法 别说邵光荣 就算比邵光荣更牛逼的家事 撞在严打的枪口上 不也说枪毙就枪毙了 游历被说得发症 邵光荣招呼着街坊们 将游历继父抬上车 街坊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游历父母都受了伤 哪能放邵光荣走 邵光荣掏出自己的工作证 随手递给一个人 道 街道和派出所要了解情况 就让他们来找我 我是有工作单位的 跑不了 可不是跑不了吗 不仅是有工作单位 这年轻人还是个国家干部 还有人把车牌都记下来了 邵光荣开着车 风驰电车的飙向医院 游历紧捂住母亲头上 血肉模糊的伤口 车子开到半路 她忍不住把头 埋在母亲的脖子里哭起来 她已经很努力了 为什么还会失败 游历是发育的早 成长环境让她比同龄女孩成熟 但她今年还不满18岁 刚才鼓起勇气捅了人 现在不知前路在何方 自然会害怕和迷茫 意识委屈 生活对她来说太难了 哪怕用尽力气想改变 依然找不到逃出困境的出口 邵光荣被她哭得心也一颤颤的 这不是嚎啕大哭 而是很压抑的哭声 车里浓浓的血腥味 邵光荣使劲踩着油门 道 游历 你振作一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必须告诉我 我要是不知道事情的经过 就没法给你执照 游历继父能不能救活还不知道 别管人死人活 邵光荣肯定要尽力保游历 现在别和她扯三观 她又不认识那男人 只对游历有感情 当然要帮游历 游历擦了擦泪 哑着嗓子 简单把情况说了遍 都到这地步了 也无所谓难不难看了 游历统人时很无畏 现在却很害怕 杀人偿命 伤人坐牢 这道理她知道 她害怕的不是国家法律的处理 她害怕自己坐牢 或者挨了枪子 就没人照顾她妈了 邵光荣越听脸色越难看 她使劲捶了一下方向盘 妈的 她真想把驾驶副座上的男人踢下去 或者自己再补两刀 难怪小游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不在学校念书 要出来调男人 也就遇到的是她 要是遇上其他人 游历早被人吃干抹镜 可能都完腻扔了 要是游历能信任她一点 今晚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你就没有告诉过别人吗 没有人相信 邻居不信 街道办也不信 妈的 一定是那个畜生装得太好了 不过也不一定 游历母女都是外地人 那个畜生却是本地人 街坊邻居自然也是偏帮了畜生 那些人是真的不信 还是怕麻烦 随便敷衍几句 刚才游历家那么大的动静 连她都能沿着声音找去 在她进屋前 也没有其他街坊过来看 这样冷漠 游历向他们求助 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邵光荣沉着脸 你别怕 这件事我管定了 终于到了医院 邵光荣一脚油门 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楼前 医生 医生救命 几个穿白大褂的 值班医生跑出来 先把游历母亲抬了下去 然后才是游历肌腹 游历手在急救室门口 不肯挪动 邵光荣自己也一身都是邪 你就在这里守着 派出所的人 没准很快就到了 我要去打几个电话 我告诉你 一会儿我让你说啥 你就说啥 我不许你说的 你就一个字都别说 懂吗 游历脸上带着泪 使劲点头 邵光荣摸了摸他脑袋 道 傻姑娘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你把心放回肚子里 夏小兰知道游历出事 已经是两天后 消息是葛剑转述的 游历毕竟是夏小兰挑中的秘书 现在不能到鹏城报道 葛剑当然要通知夏小兰医生 他不是给夏小兰找麻烦 葛剑的意思 是不是该重新换个秘书人选 游历那边的麻烦 短时间还没办法解决 什么 你说他把自己继肤捅了 当时邵光荣也在场 这都什么事啊 杀人偿命 杀人坐牢 夏小兰不是法官 不能判案子 但他知道 无缘无故的 游历不可能把继肤捅了 这小姑娘聪明又努力 夏小兰一直挺喜欢 否则选秘书时 他不会第一个想到游历 选游历当秘书 还真和邵光荣没关系 邵光荣纯粹是自作多情 但此时 游历的事 又和邵光荣扯上了关系 夏小兰还真得多问几句 夏小兰现在想联系上游历 已经不可能了 把伤者送到医院后俩小时 派出所的公安接到报案 就杀到了医院 带走了游历 至今 游历母亲还未苏醒 游历继父的情况 连葛剑都不知道 夏小兰打岳阳电话 只能打给邵光荣 他到了美国 还没给邵光荣打过电话呢 毕竟是周成发小 都这时候了 有啥不能问的 一连打了几次才接通 邵光荣的声音里 也具是疲惫 嫂子 这件事还是惊动你了 哎 我当然要过问 小游是我选的秘书 都快去鹏城报到了 怎么出了这样的事 现在情况如何 邵光荣就简单说了下 游历家的情况 这些事 他也没告诉任何人 大概觉得说出来 我们也不会信 那天晚上 我送游历回家 他有个东西 落在车上了 我就准备给他送去家里 前后脚就那么一会儿功夫 游历已经把他继父捅了 黑灯瞎火的 他根本没认出 那是他继父 就看见有人站在床前 拿棍子打他妈的头 以为是静了贼 一看他就是吓坏了 我赶紧把他妈妈和他继父都送去了医院 没认出那是继父 会连捅两刀吗 还是认出来了 故意捅了两刀 夏小兰觉得这是个疑点 但在电话里 她不会追问 电话里谈话并不是百分百安全 邵光荣竟然这样说了 事情只能是这样定性 就算游历是认出来了 故意捅得又如何 为人子女的 在那种情况下 第一要紧是保护母亲 别说是继父 就算是亲生父亲 难道游历就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殴打致死吗 他继父情况怎么样 命保住了吗 误伤和误杀 性质肯定不同 电话另一边 邵光荣咬牙切齿 游历力气小 又是从背后捅的 伤的是挺重 不过送医及时 已经抢救过来了 倒是游历母亲 至今仍然在昏迷 医生也说不好啥时候会醒 可能明天醒 可能后天醒 至今都没出重症监护室 也有可能是醒不过来了 夏小兰皱眉 那岂不是可能变成植物人 护理一个瘫痪病人非常辛苦 但瘫痪病人至少一时清醒 能说话表达 能自己吞咽 植物人的话 花费的精力和金钱 其实比瘫痪病人多一倍呀 游历现在人还在派出所吗 这样 你替我转告他一声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 等事情处理完了 我的邀请依然有效 他还是能去鹏城报道 嫂子 谢了 游历这事处理不好会留案底 毕竟是差点杀了人 谁放心请这样的人当秘书 夏小兰肯说出这样的保证 是给游历后路 让他更有底气应对眼下的困难 少光荣能帮游历周旋 却也不能顾及到方方面面 他要说以后负担了游历母女 游历也不会同意 不用谢 我是真的看好游历 这件事我信他 也信你 你肯定能处理好 少光荣一听就明白了 用来糊弄公安的话 是骗不过小兰嫂子的 不过他本也没打算骗下小兰 现在承担最大风险的就是他 是他在做伪证 如果事情处理不好 他很麻烦也不小 但少光荣也不后悔 既然管了 就不要扭扭捏捏的 要一口气管到底 他能把别的事处理好 游历那丫头却不能改口 要按照他交的话说 挂了电话 少光荣揉了揉眉心 小兰嫂子都说你聪明 你这丫头可千万别扯后腿啊 派出所那里 他是不能干涉的 少光荣做事不喜欢刘尤尾吧 这事多俩人知道 就多俩人会抓住他的把柄 谁知道别人何时会拿出来威胁他 就连游历继父 少光荣都不会去干涉 他可以许好处 让对方在公安面前替游历作证 可他为啥要那样做 这个男人得先把自己为什么拿棍子打妻子头部的是交代清楚 还有那些掩藏在慈爱表象下的龌龊 他要是好意思说出来 那就说呗 少光荣现在是要把游历摘干净 把游历继父搞进去 不能太便宜了这个畜生 派出所 游历被带进来两天了 两天时间 他被反复审问 因为他说的证词 和受害人乔全炳说的不同 游历是按照少光荣教的 说自己和少光荣分开后 回家发现他妈睡的小棚子里有动静 喊了两声没人应 他把电灯拉开 就看到有个人在打他妈 他背对着我 我也不知道是谁 以为是小偷 就抓起桌子上的小刀冲了过去 我怕一刀支不住他 就捅了第二刀 少光荣在门口叫我 我都没听到 太紧张了 等他进来 我才知道捅错了人 他就帮我把人送到了医院 邻居说听到我们在争吵 那天晚上没有争吵 明明我爸经常打骂我 以前邻居都说没听到的 游历脸上有讽刺的笑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说 公安同志 我还想问问 我爸为什么要打死我妈 本来是公安问话 结果被游历反问的无言以对 两个负责问话的公安退了出去 把门关上 受害人乔全炳醒了 他说妓女游历是故意想杀死他 两人的证词有很大的冲突 听信哪方的 会影响怎么给游历定罪 棍子上只有乔全炳的指纹 他先把自己为什么要打死老婆的动机交代清楚 才能判断他的证词是否可信 他说自己喝醉了酒 被游历激怒 说这个游历要带着母亲离开京城 把他一个人抛下 他想起自己多年付出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一时激愤 才打了妻子两棍 据我们走访调查 这个乔全炳 平时口碑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他对瘫痪的妻子不离不弃 这件事 这件事 就他妈有问题呀 一个细心照顾妻子的老实男人 因为被妓女激怒 就会趁着酒意 提起棍子对妻子下狠手吗 泰出所抓过的罪犯多了 乔全炳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他真相表现出来的那么好 一个未满18岁的年轻女孩 怎么会整天琢磨带瘫痪的母亲离开 游历这边还有个证人 他是游历的对象吗 是对象的话 就可能在帮着游历做伪证 少光荣被问询时 简直要跳脚 公安通知 我就是小游的朋友 是啥对象啊 哪个在胡说八道 小游一个小姑娘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才16岁 我就是在坏 能对一个16岁的丫头下手吗 你们看看 我像是找不到对象的人吗 那可真不像 正经是年轻干部 多好的前途 家里背景也不简单 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找游历当对象的 不说游历的年龄 就家里那情况 也是一个烂摊子 有个瘫痪在床的亲妈 这是一辈子的包袱 一般年轻男同志都会被吓跑 哪里会自己往前凑 像少光荣这样有前途的干部 那就更不可能和游历出对象了 如果不是男女朋友 少光荣不至于赌上前程 帮游历做伪证啊 真要是前后脚功夫 给游历送蜡下的东西 那游历说的可能就是真的 他是真来不及看清行凶者是谁 一切发生的太快 事后 这个少光荣还和游历一起 把两个伤者都送医院 没有故意撇下乔全顶 少光荣为了争取时间 还把工作证留在了街坊手里 主动提出让街坊到派出所报案 怎么看都不像是心虚 路上稍微耽误下 不抢救乔全顶 那这事就死无对证了 任由少光荣和游历自己编证词 天天 这两人又让医院全力抢救 少光荣还动用了私人关系 大晚上找医生来为对方做手术 这些细节 又把派出所给搞糊涂了 这就是在没有监控的86年 游历几点下的车 少光荣几点找过去的 没有监控录像可以证明 少光荣咬死了 他和游历是前后搅到的 他中途没有耽误过 那就减轻了游历故意伤人的嫌疑 这案子暂时陷入了僵局 少光荣还抽冷子笑 公安同志 谁对谁错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小游挺可怜的 他一个小姑娘 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 连学都退了 你们应该去学校打听下 小游上学时候的表现 据我所知 他上班后也一直在往家里交钱 好端端的 他为啥要杀乔权柄 这事啊 就是一个意外 甚至意外 现在还不能断定 如果游历母亲能醒来就好了 他的证词也很重要 可惜 连医生都没办法保证游历母亲 何时会醒 少光荣不怕游历母亲 醒来对不上证词 重要人醒了 他就是第一个知道的 医院那边 少光荣是已经打点好了的 现在是86年 刑法没有修改 不像后世 家里进了贼还不能往死里打 把贼给打坏了 反过来还要找主人的麻烦 现在的贼 一旦被抓住 都是往死里打的 这事是挺麻烦 但少光荣有把握能把游历保住 只要游历自己不掉链子 咋都好办 公安找他论话 少光荣还反过来给人家提建议 公安同志 这小游是误伤 他继父可是故意杀人 小游母亲至今还没苏醒 你们说 俩人这婚姻还有必要继续吗 要我看 不怕俩人离婚 下次小游母亲就是被打死了 要不 这事我让富联来管管 富联组织在1949年就成立了 中间改过名字 1978年正式更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简称全国富联 会址就设立在京城 富联的职责是 团结动员广大妇女 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 促进男女平等 乔全炳对游历母亲做的事 定性为故意杀人 那就该派出所管 派出所要是觉得是婚内家暴 邵光荣就通知富联来管 所以说呢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邵光荣高考干不过真学霸 怂得只能念华清继续教育学院 但对这些职能部门是门儿清 他还反过来 叫派出所的公安做事 公安拿他没办法 客客气气把邵同志送出去 邵同志得寸进尺 一边走还一边回头 你们替我转告小游一声 他的工作还没丢 要聘请他的公司 相信小游的人品 也相信司法公正 还等着小游去报道呢 公安们面面相去 再调查 再走访 一定要把疑点都调查清楚 也就是乔全炳还躺在病床上 要不再派出所关着的 何止小游一个人 喝醉酒把老婆往死里打 不管是不是和孩子置起 这是做的就不爷们 其实公安们都很鄙视乔全炳 街坊邻居再怎么说他是老好人 也绕不过铁证如山 老好人这三个字表是不背锅 都他娘啥玩意儿啊 也配叫老好人 要想替乔全炳作证吧 街坊脸上也火辣辣的 公安去调查才知道 乔全炳家暴的是 游历以前就去街道办反应过 街道办当游历是小孩子 随便敷衍几句就给打发了 还说没家报 那游历母亲躺在重镇监护室 还没醒呢 谁说屁话 就谁去出钱出力照顾呗 睁给眼睛说瞎话 证词还不如邵光荣的可信 有一个公安挺同情小游 把邵光荣的话告诉了他 游历听说夏小兰还愿意聘请他 进了派出所没哭过的人 这下再也绷不住了 捂着脸痛哭 和去医院路上默默哭的那回不同 这次是嚎啕大哭 在审讯室里哭得撕心裂肺 哭得公安心里也不好受 这就是个17岁的小姑娘啊 王索 您闺女也就这么大吧 是啊 怪可怜的 就算这次能无罪释放 以后还得靠他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 乔家是不能回去了 别管乔全炳判不判刑 再把小游和他妈送回乔家 那不是逼死这母女俩吗 邵光荣在派出所指点江山 除了派出所还想去医院看看的 被听到丰生的邵家人叫了回去 要说孩子 邵家不缺呀 但第三代还真就这么一个儿子 也不知道咋回事 其他都是女孩子 男女平等是叫了好多年 又提倡计划生育 说生男生女都一样 要少生忧生 但几千年的老观念 不是短短几十年能扭转的 重男轻女的现象仍然存在 特别是老一辈 没办法讲道理 就是喜欢儿子 认为儿子才能支撑门户 邵光荣就是这么个情况 独妙妙 全家都宠他 邵家人也无语呢 多机灵一孩子 除了喜欢换女朋友 从来不叫家人操心的 这回居然惹上这样的事 那可是刑事案 你脑子在想什么 自己往上撞